今天是8月12日 星期五 指數在早段曾經一度見過22,816點 創了今個月的高位 也是今年的新高 技術上是屬於一個逐步向上市頂的格局 已經跟大家說了 由6月24日開始的上升 如果能夠定性為一個中期升浪 講這句話的時候還是7月初 以一個中期升浪限大概是10到12個星期 整個浪的高位很大機會是9月初到9月中時見得到 就是說整個升勢是會橫跨7月和8月份 月初肯有少許反復 其實月初的反復才見低位 至必然有你見高位 以今月的低位是3日的21,725點 而高位暫時來說是今年的22,886點 今個月的波幅已經1,091點了 這個幅度不算特別大 就是說後一個階段仍然有機會見到更高的指數 今天A股也升得比較明顯 收回3,050點 但是最重要是什麼呢 是今年全年的高位 4月13日的3,097點 相證如果能夠突破這個3,097點 進一步向上望應該是一輪的衝鋒 3,150、3,180甚至3,200點 都不出奇的 在這一刻一眾的受險股 我相信都會受惠的了 其中中仁壽和平保這些 我想就會走回一陣上去的 中仁壽回到20元 平保也上回到40元以上了 整個大市的氣氛其實這兩天有些改善 因為50天線已經正式上破250天線 這是一個很明顯的黃金交叉 代表了整個中仁的走勢 仍然有條件向上走 以現在這一分鐘還沒收市的 因為還是競價時段 大概4.05分左右 指數暫時來講是22,771點 但是明顯已經是相對 昨天已經升了190點了 成交金額和昨天比是多了少少 有7、8、70億 直到現在這一分鐘 希望賣到尾 不會不會有大概有800億呢 因為今年來講 成交金額大部分時間 都只有500億、600多億 至少見到八字頭的 如果你真的去到800億、900億的話 那不排除升下升下升到最後 後一個階段的省活順 真是很有趣 如果你在說21,000多的水平 有機會上22,000的 可以買一些 沒有人買的 買到的 21,000買到的 21,000 23都走不及了 然後跌回到19,000 但是來到現在這一分鐘 可能心態覺得 距離19,666點 這個6月24日的低位 很遠了 都成3000點了 段股都不會跌下去了 人很有趣的 寧願買過2000多點 它才有信心的 但是基金其實一直都坐貨 尤其是一些避險的資金 它不會走著的 因為呢 就算你說買了首貨 賺了2000點 那怎麼辦呢 你回去嗎 你還要承擔英榜 那個匯價下跌的風險 它一定不會這樣做 只要有更加多錢 是往外跑的 那8月份的市 其實已經接近中旬 暫時來說 是有1,091點的升幅 那不排除 剩下兩個星期的時間 依然有更加高的指數 比我們看到的 那目標是看哪裏 其實由指數突破了21,794點 這個就是今年1月4日的高位 在那一刻我已經指出了 今年整個終極升浪的目標 第一站是23,423點 這個是去年10月26日的高位 去年一共有3個高位 再向上走 就另一個高位是7月24日的 25,634點 再看高一點點 是4月27日的 28,589點 不會這麼快到的 可能是明年 因為這一陣的反彈 我自己覺得是一個升浪的開始 一個升浪是由幾個中期升浪所組成的 那麼每一個中期升浪 你不管是3,000也好 或者2,800也好 走完之後都會有消化 有整固 甚至會有回吐 是很正常的 回吐完消化完之後 市又會步入新一輪的中期升浪 即是夾閘著幾個中期升浪 就組成了一個大升浪 就好像去年的升勢這樣 那麼明年的事 可能是會走得比較漂亮的了 有課的坐久一點點 沒有相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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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